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同恰恰法郎的一個香爐 康熙年間的 對嘛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要請見 8萬元 它是現代的 同胎恰恰法郎的工藝品 它絕對不到康熙的年代 對 我跟你講一下 它那個底下不是有那個款嗎 很重 它這個款是 大清康熙辛亥秋月中和堂製 它有這樣子的這個款 那事實上我們有去查 像這個所謂的辛亥中和堂製 這樣子的這個款 事實上在就是查得到的文獻裡面 它是出現在瓷器上面 從來沒有出現過 在同胎恰恰法郎上面的 對 那我大概講一下 因為從順治年間 大概到康熙19年 這段期間其實 因為兵荒馬亂的 這個官窑很亂 所以在康熙的初年的時候 它的有一些瓷器 其實它是委託民間來燒造的 那民間燒造的時候 那個民間給它落的款 就是要常常就是所謂的 中和堂製款 這個中和堂是圓民園裡面 康熙的處所 它的居所 就像那個瓷熙大雅齋 也是它在圓民園裡面的居所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看著 查得到的這個中和堂製款 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康熙十年 康熙十年是辛亥嘛 然後康熙十一年是任子 然後康熙十二年是魁丑 大概是這三個年代 等於它做的算是民間 就是官 等於說官方交給民間燒製的這種 算是這種官窑它的這個款 那所以就是說 它的這個同胎加斯法郎 落的是中和堂製款 說真的 目前是在這個 這個就是文獻裡面是沒有看過 加斯法郎上面是沒有看過的 而且事實上假設你有覺得 那它的整個的形式的話 是確實在那個康熙年間 會出現的一個形式嗎 我覺得這個形式其實是很經典 是乾隆年間的形式 因為它很華麗嘛 像這種大型的香爐 旁邊有兩隻吃龍 然後又有這樣子華麗的牛 像這樣子的形式 我想真的在 我查了很多故宮的資料 我們台北故宮康熙年間 也沒有這樣子的氣息 其實我覺得 你看我們看這兩間 一個是 講是講一個是康熙 這個的話是乾隆對不對 如果按照這樣子來比較的話 兩個其實都比較像是乾隆的 對 它的整個造型 還是說這個比較像是康熙的 兩個都是乾隆的對不對 乾隆的話其實是比較華麗 比較華麗 因為它就是 也算好大喜功吧 就是十全老人嘛 什麼都很強盛 所以它的東西 它的這些工藝品造型也特別的華麗 這個也是香爐對不對 這個也是香爐對不對 這個是...這個有燒過嗎 沒有 沒有 好像有耶 你品嘗嗎 有耶 有耶 拿來的香爐 香香 香香啊 對啊 對 這個感覺好像比較有 那個有看過後宮振嬛傳的人 就知道了 那個就是燒那個歡宜香的地方 什麼色香那個 全部把它放下去 後宮的那個嫔妃就不運了這樣子 對啦 應該不是 好 來 也是買30萬喔 你自己估呢 也差不多啊 如果是真的 150萬 這件你最起碼要估起來 要有60萬 你才會回本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是乾隆年間的一個香爐 買入價格是買在30萬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9萬元 一樣嘛 同一家工廠嗎 差不多啦 對啊 它一樣就是現代的 同胎恰似法郎的工藝品 那這種東西 其實在幾十年前你說 像那種大陸那邊做 什麼外銷的 什麼之類的 其實都有 那可是因為它這個 它這一件 它底下落的是乾隆年製款 那事實上乾隆 假設真的是工理用的東西來講 它的這種文式跟形質 其實都有嚴格的規定的 像你這個的文式 它主要是那個就是桃子嘛 對啊 桃子還有算是石榴 它那個是桃子嗎 好像不太像 沒有 那個應該是石榴啦 這邊石榴 這邊桃子 可是像這樣子的文式來講的話 基本上在乾隆的這種香爐裡面 根本不會看到 因為乾隆的這種香爐來講的話 它最常見到的就是八吉祥 八吉祥的文式 要不然就是西番蓮花 蠶枝紋之類的 那要不然也有 就是所謂的壽面紋 或者有的饕貼紋 大概就是這些形質 那這一件其實跟這一件 很類似嘛 這個是我們台北故宮的藏品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部分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是八吉祥 這種八吉祥在香爐上面 是很常見的一個文式 因為香爐最主要 其實通常是供品嘛 所以它其實跟宗教文物會比較相近 對 跟宗教的文式會比較相近 那再來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像它旁邊的 這邊的這個耳座的算是儒藝紋 這種儒藝紋其實也很少見到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 乾隆年間的這種香爐 它的這個耳的部分來講 大部分都是赤隆紋 就是這種 它就是這個啊 旁邊這個就是赤隆 可是你看一下它的這個龍紋 我覺得它這一件 有點要仿這個的意思 對 還滿像的 對 它真的還滿像的 你看它的那個耳朵的地方 非常的像 可是有一點很不一樣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金水的部分 因為這種銅流金 在宮內來講 它都用最好的工藝 還有最足量的金 所以假設有機會去故宮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銅流金的部分 這個金是非常厚實 非常飽和的 它金很厚的 很閃亮的 那我們其實看到這些 厚房的這些工藝品 事實上它的這個金的部分 是很薄的 就是整個金的這個 這個算是厚度 還有亮度上面來講 跟真品來講是落差很大 你在台中到底 跟多少個古董商高官 三 四個 這個也是被人家測試完以後 才帶你去買真貨的 剛剛那個看起來是 測試完以後帶你買假貨 它這個的話是捧場的 也就是說那個是認識的 他們在開那個藝品店 就過去給它捧場 那快20年了 這麼久了 20年前搞不好有機會 因為它買的價格 其實買的不算是太貴 你要多少 三萬 要三萬 現在如果真的黃羊木 它應該是不得了 好 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黃羊木的一個 達摩的一個雕像 買的價格是三萬 目前上場的參考價格是多少 請見價 五萬元 OK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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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 你頭前好像第一個有賺到 錢幣 錢幣 一枝花那個錢幣 對 一枝花 有賺到嘛 現在過來就是這個黃羊木 不過你到目前為止的話 賠錢好像賠了60萬 沒關係 沒有啦 沒有到60萬嘛 來 亜宇 對 我覺得這件是黃羊木 倒是 木材本身問題不大啦 那因為黃羊木 它是這樣子 它跟那種紫檀黃花梨不太一樣 紫檀黃花梨 它本身這些材料本身就很貴 對 那尤其是像黃花梨 它本身的紋路就很美 對 黃花梨 對 像海南黃花梨 所以像黃花梨的東西 有的時候它只是關皮箱 或者只是這個暗機翹頭暗 或者是一個關帽椅 線條很簡單 可是你本身看它的紋飾 它就很美 所以像黃花梨的表現 常常是在它的一個氣型的造型紋飾 跟它本身的花紋上面 那這個就是黃羊木來講的話 因為它本身的這個質地來講 算是比較素的 就是說黃羊木 千年難長黃羊木 它不會很大 對 它一般的那個直徑 它四五十年大概只能長15公分 可是它這個很大了 對 它這個算 它是很長 可是它的鏡也沒有很大 黃羊木不會太大 可是因為黃羊木 本身的這個木質來講的話 其實它算是比較緊實 比較算是素的 所以本身它的木質 其實可看性不高 所以它的雕工就很重要 就跟竹雕一樣 竹子其實沒什麼好看 所以黃羊木要看雕工 主要是看雕工 它不像是現在 不要說紫檀黃花梨 即使雕得不好 光是那個料 也有很高的價值 它的料來講的話 沒有像那些那麼有價值 所以雕工就很重要 那這件來講的話 我覺得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傳統的名義的 一個算是工藝品 對 那我覺得擺在家裡 就是當個裝飾品 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我覺得它不是屬於 收藏等級的 像這一件 這一個算是 有一點像飛天 或者是像侍女的這一件 來講是中國的國家博物館 他們有收藏的 你就會發現 一樣都是黃羊木 可是你看像這樣子的雕刻 它的這整個線條 還有它的這整個 這種像跳舞的這種 這種生動性來講的話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才能夠達到 所謂藝術品的一個等級 那另外你看像他們 有些師傅 他們甚至於還會所謂的隨行 就是說這個木頭本身 或者是有時候 是像是所謂的根雕 就是樹根長這個樣子 那也不用把它雕得很滿 這邊開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就是人像出來的話 其他的還是維持 它的這個圓形的樣子 它也很有味道 還有像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表示說它是用 像是用批的 像是 也有點像豬民那樣子 那種太極那種感覺 這邊是用批木頭的 然後重點的地方 把這個人物表情帶進去 其實都很有那種禪意 也很有那種藝術性 那所以我覺得 假設對木雕有興趣的話 那我覺得 既然假設要收藏的話 還是收藏比較有 藝術價值的收藏品 那這類的東西來講 其實它就是工藝品 能夠漲價的幅度 其實是很有限的 這個玉雕百件的話 買入價格就買了40萬 也是跟朋友高官 還是跟古董商的 那個是古董商 這是古董商 那代表這一件是古董嗎 是這樣子嗎 不是 因為翡翠來講的話 要看這麼大的話 本來就比較少 因為我沒有看過 所以你看到這種的 我覺得覺得說它釣得還不錯 你這個收藏多久了 這個也差不多有十幾年了 它上面是紫羅蘭的顏色 然後現在畫面上大家看到 就是它的腳 它的腳其實那個 刻得很可愛 有富足的感覺 你買是買40萬 是 現在菇呢 我差不多80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米勒佛的一個玉雕的一個擺件 目前市長 那種參考價是多少 好 請借一下 36萬 300萬 還是賠錢 40萬看得不夠 不好意思 真的 我坦白跟你說 你差4萬差一台 這間 我們第一點說 它好的地方是在哪裡 這幾間 紫色什麼意思 紫色叫做祥瑞之氣 以前紫色 紫色 紫色東來 對 祥瑞之氣 所以就戴氣 綠色 藝氣也很好 綠色就是長壽 無間安康 所以又有喜氣 又有產壽安康 又有平安 這實是很好 但是 我們看到表面 都不錯 再仔細看 這個紫的顏色 是不是很輕 只有這個部分輕而已 這裡 這好像這麼輕 這麟雄這裡秀 這個剛才也秀 腳這裡也秀 這裡還帶毛病 不是 帶毛病 那麼正面看 好像沒有力 我們把它翻倒過來 觀眾朋友們 愛注意 這後面很老的這個 這個顏色 來 我們看一下 這看起來像在表面 對 這是加分的減分 有這個比較好還是沒有這個比較好 沒有這個比較好 對 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說老實話 我們挑東西 如果沒有這個就好 沒有這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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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家再看一下 這個地方仿佛有一些紅色跑進去 這是什麼 這裂紋 這邊我挖到皮 我挖到皮 在刺身的時候 它有裂紋 有裂紋氧化碟這個地方清進來 它沒有的時候挖到皮 存在雜色 所謂的毛病 存在這個地方 他這個旁邊這邊 其實也有很多裂紋 扣分作用太老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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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三個 我覺得它比較大的問題 應該是它的裂紋 仔細看這邊 這個中裂還滿多 索性這個裂紋 我們看側面 來 隨便過來 它只到 從這邊過來 從這邊過來到 沒有吃到裡面對不對 到這裡 對 大概吃了四分之一 你還沒超過三分之一 所以我現在感到這個 是 裂紋有價值的小提示 不是非常軟 我剛才再說裂紋 療紋 好像這樣 可以 差不多了百分之七十 OK 後面 毛病生長 再來 大家說這裂紋 看起來應該是很好 我坦白說這裂紋算重重 不太好 如果不太好 裂紋分作三種東西 第一個是寫石 第二個 巧雕 第三個 抽象 這件是寫石還是巧雕 這一定是寫石嘛 那麼寫石 這怎麼會是寫石 寫石就是雕人物啊 雕人物 你雕活就一定是寫石 寫石你看 腳 這寫石最重要的就是 要符合比例啊 腳這麼短 連老師 你有看過米樂佛 誰做什麼看 我看 我沒看過人 對啊 但是人不是做這樣 所以這裂的布 你看 眼睛你給他注意看 它滑溝的溝還在上面 你這個時候知道 它的眼睛這個 在雕的時候 都是眼珠子 不是啦 眼珠子是比較大溝啦 它這麼小溝 它在雕的時候先滑溝之後 才弄好沒有 它滑溝的時候 比較好溝啊 有... 這個燙燙燙燙燙燙燙都燙好 應該是它刻意吧 把它弄得像遠珠子 沒有啦 燙燙燙不好 它還抓得比較親密 燙燙燙燙不太好 它沒有收好啦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個 就是翡翠的一個對戒 這個應該是你買... 三組 這個應該是... 這都是老婆的嗎 還是... 這個跟這個女生的嗎 對 這個女生的 那個男的 那是大的嗎 馬上去 這個你的嗎 這個沒有通用 沒有 老婆的 這都老婆的 老婆去哪邊買的 那個是去那個什麼... 那個珠寶展 去哪邊的珠寶展 那個台中的珠寶展 台中的珠寶展 珠寶展應該是還... 什麼時候啊 那個也是幾年了 一、二十年了 很久啊 這三個應該是不同時間買的吧 因為顏色都不一樣 他這個一對嗎 不是 應該不是啦 他那個可能是... 他這個是你戴 還是你老婆戴的 哪個... 這一個 這個我啊 那個是你戴的喔 你這個戴得下去 對啊 你戴看看... 現在戴... 你戴這個啊 現在戴這個啊 以前是戴這個啊 買多少啊 這個買多少 當時買那個... 那個差不多三個一套 我覺得你這件真的很可怕 給各位看一下 它這個封底 都封底 這個也是封底 那個呢 你那個呢 你這個有封底 封底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也是封底的 全部都是封底的 好 來 蓮老師 我們一起顧 他這三個是... 我覺得你這個... 這個香籤都很豪華 是 我們主要我們是給你 補充這三個 因為這個旁邊 封底的幾顆 今天多年 工多少 大家都會在那邊算 所以我們現在補 主要在補充 但是依照你這三個 我看起來 只有今天跟封底的工 超過十萬 對 就是你等一下再把它 加十萬就對了啦 我們一起... 我們直接割裸食喔 來 好 你自己割呢 你評估多少 三件總共多少 差不多六十萬吧 好 他估的價格是六十萬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三件的一個 翡翠的裸食呢 目前是要讓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一下